不斷的攀升 有人說對於三個亞洲貨幣來說 有貶值的壓力 馬元 泰銖跟韓元 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美元還在升值 美元現在已經到106了 所以很多人當然會去買美元 就是這樣 影響所及有人說也會衝擊到美股 然後也會衝擊到美國的防貸壓力 當然美股就會不好 這是必然的 人家就可能會去買別的產品 那會覺得這裡的風險已經到高檔 所以也會造成美債跟美股都被賣 就是這樣 可是去持有美元的人會增加 顏老師那我想問一下 美債這個殖利率 為什麼會持續攀升 我覺得美國今天 當你一個戰爭 你無限就是我們講的 共和黨講民主黨 說你天天在開空白支票 就是讓烏克蘭也好 現在以色列可能都是一個無底洞 當你今天的外在這麼嚴重 本來就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你還這個國防預算的這個次次 不是國家的預算次次這麼嚴重 隨時又有可能再關門的 現在我們大家都忘了 美國上次延了40幾天 現在也差不多快要到了 到了以後 就是美國的問題很多 再加上你看要處理 我們先講馬上要到了 然後美國到現在 10月17 馬上現在 10月17就回到 可是他們連眾議院的議長 都選不出來 你看已經連續 等於是兩個被 一個是一看情勢不對就算了 我自己不選了 第二個說我來試試看 搞了三輪也輸掉了 然後再透過共和黨黨內投票 我才發現我這麼不受歡迎 大部分人根本都不喜歡我 今天投票的時候是因為要跟民主黨選 只好投我 好那三個 現在就已經去掉三個了 第一個是被趕下台 兩個沒有成功 那現在第四個看起來有點機會 川普說我不喜歡他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議長 有議長你才能夠很多問題 所以美國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經濟如果說 有些數字對美國不利 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了 好那其實包含是不是接下來 可能還會衝擊到美國的股市 好另外呢 這個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也有說 高利率已經重傷電動車的需求 我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個美債殖利率 什麼叫做美債殖利率 就是美國的長期債券 它票面上的價格 譬如說我這是100塊對不對 但是那10年之後我才可以兌換回來100塊 那我現在覺得說我滑不來 我只願意用90塊跟你買 那你急著用錢你就把90塊賣給我 美衣病談呢 我要請亮哥幫我們講一下 有人說加拿大現在慫了 因為日前他對印度政府提出一個爆炸性的指控 表示說印度的特工跟加拿大公民被殺一案是有關聯的 結果自此就引爆了加拿大跟印度之間的外交爭端 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加拿大方面已經證實了有41名的加拿大外交官 近來已經被迫離開了印度 兩周之前印度政府就已經要求加拿大撤回外交人員了 另外一個部分一併討論的主要也是跟加拿大有點關係 這是中印之間的關係 大陸的網媒有說在尾巴發生衝突之後 第一時間印度選擇戰隊以色列 有譴責哈馬斯組織 當然大家有做一些分析為什麼他會這個樣子 第一點主要是因為印度最近就因為這個特工事件 跟加拿大之間的關係不太好 因此想要藉此向西方國家來示好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以色列有軍售的衝突 因此對於印度來說是有利可圖的 當然巴勒斯坦對他們來說就無利可圖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印度其實長久以來都有所謂的霸權思維 他把整個南亞地區都視為自己的後院 好 現在還有印度的國內選者在勸說 莫迪政府要退出金磚機制 好 理由是什麼 該機制不符合印度民主大國的身份 不知所云 不用理那些瘋子 我跟你講印度是亞投行得到最多貸款的國家 怎麼可能退出金磚 這些人就是白痴 有時候對美國的白痴 印度的白痴就不用討論 他們可能只是在增加知名度而已 根本是絕無可能的事 印度還想要當全球南方的老大 怎麼可能退出金磚 而且你退出金磚不是只有得罪中國 還有俄羅斯 巴西 那你要不要交朋友啊 這個根本就是不知道他們腦袋在想什麼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啦 印度事實上莫迪第一時間支持以色列 也是很愚蠢的行為 印度事實上是穆斯林最多的國家 他的穆斯林的人數搞不好超過印尼啊 可能有兩億五千萬 所以你接下來就準備接受動亂 事實上穆斯林 印度的穆斯林已經出來抗議了 他們在支持巴勒斯坦 已經有各種上街在抗議的一些鏡頭出現了 所以我不認為他會把以色列看得那麼重要啦 他事實上考慮的是美國啦 那因為加拿大那個就是一個白目總理嘛 你既然要去指控人家第一時間喔 他就指控說那個席克教的教 那個領袖是印度派人來殺的 你把證據拿出來啊 結果你大嘴巴之後 現在證據沒有拿出來啊 那英國跟美國怎麼可能支持你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白目的 沒有能力的總理嘛 那不斷犯這種奇怪的事啊 現在連加拿大的人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就你講的 而且你還衝到第一線 你怎麼不叫你的其他的部門先出來說呢 你自己就衝到第一線啦 我認為他是 他是以為這樣子 能夠得到一些什麼自由民 自由人權派的人的支持啦 結果現在變成兩邊不是人嘛 因為美國考慮地緣政治不可能去得罪印度啦 那結果你既然拿不出證據 這簡直是變成一個大笑話了啦 因為他唯一能夠幫自己辯解的就是拿出證據嘛 就好像美國去指稱那個 那個華盛領郵報那一位 你說在土耳其被這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人說殺 分屍 對啊 那人家有證據 而且這個東西是川普跟拜登 他們都不願意親自說啊 那結果你第一個時間你衝出來 那個拜登還是在寫完調查報告他才講的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總理呢 你在調查報告還沒寫 也沒有周全的證據之前 你就從二第一線指控印度 這是多嚴重的事情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oncé倒曲 希望屋會有金 們の無期望 為健康王 有沒有 許健康王 林正是 衝浴